車來車往中 微型電動車突然失衡 往左偏 導致後方騎士直接撞上 還有微型電動車 雙載闖紅燈 遭重機迎面撞飛 微型電動車違規車禍頻傳 行政院宣布 11月30號起正式掛牌列管 舊車也限兩年內要申請 網路上卻有人動起 作假的歪腦筋 抖影片 臉書上都出現印尼文或泰文懶客 宣稱沒證件 也能辦理牌照登記 照片裡有大量的車牌 影片中還有外籍移工 將領到的車牌資料 新車架號碼自行刻在車架上 移工打刻的車架號碼 歪歪扭扭 業者認為盡管單位不可能給過 尤其申請牌照有多到驗證程序 原廠車架號碼車款車身照片 必須通過協會審核 申請到出廠合格證明 最後一關才能領到牌照 只是近期的確有不少業者 申請車架被通知 車架號碼早已被領走 同樣的狀況有業者遇過超過50起 也聽說過用A車申請牌照 掛在違規改裝的另一台車上 或是以車禍或損壞的舊車架號碼 來勤領外傳一套牌照 開價5000到7000元不等 或者是經交商所提的 是不是真實 還是說他只是聽說 或者是真實的狀況 這個我們一定要先進去了 新規上路陷入掛牌混亂期 還是有人借此扶領牌照 都還有待公路總局細細追查 三安選徐趙薇科學新被參與